主料,排骨750克,棉藕1000克,盖墨浴250克,主料,盐,姜衣大块,35瓣,葱,料酒,基本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熬去皮洗净,放进容器里浸泡,排骨放流动水冲洗10分钟洗净血水,容器里的水满后放小点的水,保证水流出来,盖墨浴泡发洗后,切成块, 蒜饭准备好,将切大块排散入油锅中煎煮香味,倒入排骨翻炒至水分干,加入墨鱼干,倒入料酒继续翻炒很浓的墨鱼香味,转入包中,加入蒜瓣,加入适量的清水,加盖炖60分钟左右,熬粉排骨辣关火,要入盐和鸡粉即可,装入稍大的菜碗里,撒上葱花即可上桌,烹饪技巧,做此倒菜时, 因为不是煲汤,所以不用煲太多的水,足够炖熟藕和排骨的水量就够了,多爆些饭头,这样炖出来的莲藕排骨会更香, 藕切好后,一定要进套洗干净,必够小孔里藏有污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谢谢大家